明天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好消息 微软第一方冒险设计大作 战争机器5的国区价格迎来涌降 标准版由163元涌降至119元 装机版价格从211元降至169元 标准版之前的实地价格是81元 想要入手的玩家不妨期待一下新实地的出现 相较于系列前作 战争机器5有着更为宏大的场景设计 奇拉星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 蜂拥足控制了机器人军环 濒临人类城池之下 玩家将操控女主角凯特迪亚兹 深入调查他自己与敌人之间的关系 逐渐解开自己的绅士之谜 除了包含主线任务的战役模式外 游戏还有着合作撤离 生存持久战等多种丰富有趣的模式 较为不足的是服务器延迟较高 连接困难等问题 APIC商场下周免费领取游戏现已公布 玩家可在7月23日至7月30日期间 免费领取两款游戏 第一款是Rogelike动作游戏 下一个英雄 玩家可操控各类手绘英雄 通过砍杀射击使用手骨 回旋镖和喷气机等道具 一路勇闯地牢探险扫荡地下城 另一款是科幻互动叙事游戏塔科马 玩家将在一个废弃空间站中 通过一个人工智能机器 发掘空间站中科研人员的背后故事 此外动作RPG火局之光2 现已可以免费领取了 时间截止至7月23日晚上11点 咱们一起看看 Steam本周有哪些特惠佳作吧 在阴暗森林中 搜集资源制作武器 探索现实与噩梦的边缘 恐怖生存游戏黑暗森林 使第16元 较上次使第降价3元 成为老司机驾驶美式卡车 安全运输物资 美国卡车模拟 评使第24元 扮演大侦探福尔摩斯 运用非凡的观察推理能力 将犯人绳之以法 福尔摩斯恶魔之女 评使第18元 穿越到江湖时期的日本 操控身怀绝技的人者 完成策略前行暗杀 影子战术将军之刃停使第17元 创逸设计游戏造热续作 造热一年删除 新进发布 首发特惠53元 有前作的玩家将自动入库续作 另外一款续作 生存角色扮演游戏 《诗变纪元2》 现已在Steam上开启了抢先体验 售价55元 本作融合了生存玩法 资源建设管理 随机事件 以及回合制战斗等要素 其背景设定在丧尸潮 首次爆发后的十年 捷克营地成员跑到自由城 并在那里开始研发 治愈丧尸瘟疫的办法 与此同时 冷血军方 狡诈走私者 以及平民组成的独立军 三者即将展开一段 充满心风血雨的战争 最目前的差评集中反应 游戏的体量较小 完成度较低 又爱设计丑陋 而且存在一些bug 大家不妨等待更新完善后 再入手 赛博朋克风格 点击指向游戏 超越钢铁苍穹 现已正式登陆Steam 游戏售价104元 本作故事发生在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 未来联合城 这里的人们 在高度发达的 AI监视和控制下生活 玩家将操控主角 罗伯特·福斯特 接受委托去调查一桩 儿童绑架案 深入挖掘 深藏在联合城背后的秘密 作为90年代的经典作品 钢铁苍穹之下的续作 游戏与传奇漫画家 戴夫吉布森再度合作 力图还原充满赛博朋克味道的 动漫视觉体验 在剧情叙事上 游戏延续了初代戏剧化的幽默风格 并结合了探索人工智能 社会监控等当下主题 国产电影化叙事风格的 3D视觉小说游戏 中点咖啡馆 将于7月22日晚上10点半登陆Steam 与传统静态的视觉小说游戏不同的是 本作从大量动漫作品中吸取灵感 通过结合类似于动漫和电影的 运镜方式来呈现游戏 这里让玩家获得沉浸般的体验 游戏围绕着灵异幻想的主题 展开剧情 玩家流落在现代化的墨尔本街头 来到一家名为中点咖啡馆的地方 从中得知原来自己早已死去 在转生之前 需要在这里度过24个小时 玩家将选择如何度过这段时光 与咖啡馆里这些背景迥异的人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访问YXCCG 售卖Steam充值卡 和Steam游戏激活码的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名字呢 就叫每晚8点游戏商店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再见 谢谢观看